我們看一下我們看一下樓梯的部分 基本上這些欄杆的地方一樣把握原則就是上面比較寬下面比較細的這個原則 所以呢我們在做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去 先把欄杆的部分我們先把圈出來 OK我們稍微 看他位置 然後我們去擺放一下他的位置 那我們要稍微設定一下 我們樓梯呢 可能會從這邊上去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 稍微留個空間給他 OK然後這欄杆的太高了 稍微短一點 好那我們在他的這個 底部 稍微把它變成可編輯度變形 稍微縮細一點 OK好 大致上是這樣 把他的底跟高全部都先把它拿掉 OK好 那我們這裡呢 我們可以來去做一下 複製 複製 好按下這個SHIFT鍵 拖曳出來 好 我們複製一下 這 邊緣的這一個 這個柱子呢 建議我們可以做大一點 所以我們這一個的話 這個比較大一些 所以說我們這邊四個以外 會有一個比較粗的 所以我們這個稍微 往面臨一點 好 好這邊會有一個比較粗的 當然我可以也是利用這個來做 複製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大 這個是可以變寬 好再把它拉高 然後再變胖 OK 好 但是呢 他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上面這個面我們拿掉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要 去調整一下 稍微把它拉進來 這個啊 我們也可以讓他怎麼樣 稍微一點傾斜呀 這裡讓他有一點點 不規則的感覺 稍微去調一下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面呢 用邊界呢 偵測一下 用CAP拔補一下 這樣子很快的 可以把這邊 稍微做一個 處理 下面的地方稍微再收多一點 好啦 那當然這邊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持續的 可以去做一下這部分 當然我可以 比較藍一點的話 我可以直接這邊 attach attach 對不對 然後呢我複製出來 Shield Copy 然後呢 再rotate 我rotate 90度 所以我鎖定一下 角度 你看一下右鍵 鎖定5度 Angle5度 所以我這裡 可以直接 旋轉90度 這樣子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把 這一切 基本上呢 比較少人會無聊 說你這個跟這個一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跟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 有時候你可以去看一下 遊戲場景 的那些 重複利用的 呃 但是呢乍看之下又不會太明顯 那就是 高竿的這種做法 來 那我們把這裡 再做一下這個圍欄部分 一樣這個厚度讓它出來 所以我們這裡 寬度 稍微寬一點 我們這裡的欄欄稍微要 寬一點 這裡我們稍微出來一點 好 再過寬一點 好 然後 呃 這個好像也不夠寬 那這個就要稍微寬一點 那這個就要稍微寬一點 嗯 反正這個的話呢可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因為這邊可能會跑出來對不對 我們稍微讓它收一下一下 好好好 但是這個欄杆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調整一下它的點 呃縱使它只是一個重方體 我們可以去讓它 稍微這裡 假設這裡稍微收一點 可是說這裡有一點清晰 這是說你要讓它一點這樣子的情形 這樣子也可以 有一點不同的角度 這是 OK的 再收一點 好 另外一邊呢當然我們可以複製啊 比方說我現在按著Shift鍵用旋轉的方式 直接去複製它 好直接轉 就是 Copy 然後呢 我們直接把這邊移過來 好啊如果我欄杆都是一樣的啊 其實要去位性 降低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去切一下 我這邊切一條線 這欄杆我可不可以有點不規則性 可以啊 好讓它也造型 好就是說我這個 我也可以讓這一個呢怎樣 這個比較細一點 切一條線給它 這成本不會很高 但是你的效果可以好一些 這樣子的話呢就會有趣味感 好 那我們前面來看一下這個樓梯 樓梯的話呢基本上呢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底部呢先把它建構出來 我們先從側面這邊來看 這裡 要接上去 我們從側面這裡啊 從這個BOX部分 我們先去拉一下這邊 寬度給它一點 OK 呃然後 我們 去調整一下 它的位置 拉長 旋轉一下 嗯 這邊的話應該到這裡 對一下 好 好 假設呢這個是虛擬的地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轉成可編輯多邊形 然後呢我們這裡 我們這個面呢稍微再長一點 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你有發現那個 它這個在旋轉的時候的網格啊 很討厭的話你可以按一下G鍵 就是Grid 你可以把它稍微隱藏起來 按下G鍵就可以隱藏 我把它拉長一點 好 在這裡呢 我希望這個地板 它可以 看一下讓它傾斜一點 讓它傾的角度多一點 假設是這樣子 這樣我可以少做什麼 少做幾階台階 這邊再拉回來 好我們把這邊 頂點呢 調整一下 我們回到 View 把它變平面 拉過來 OK然後 像這裡 我們把它一樣 我們看一下 這裡要不要調 其實倒還好 好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不調 好 那我們這邊 欄杆 對一下欄杆的部分 所以這個粗細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好 好 那造型變化的部分的話就同序來弄 然後 我們就不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個階梯的部分 階梯的地方呢很單純 我們可以 單就的這一個 利用背後的這一個部分來做 其實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比方說 我可以使用 我可以使用 我們使用這個 看一下 我使用線好了 我們用線段 在這裡 Shift這邊有一個 Line的部分 我們去鎖定一下網 所以我現在鎖定的是背後網口 那我這邊點擊 點一下 自己再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OK 那我們可以把 Line的部分 我們做幾階好了 多做幾個 按下右鍵 再按下右鍵 這時候呢是不是產生這個線段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